2023花蓮太平洋杯全国运动舞蹈锦标赛 及中华舞总国手选拔积分赛 和单人舞的全国排名积分赛是照花蓮举行 现场徐中卫青自主持的开幕典礼 从全国各地云集来的200多位的好手 专业的舞者同场竞技拼取积分 由花蓮县体育会举办2023年花蓮太平洋杯 全国运动舞蹈锦标赛 担任舞全国排名积分赛 并且在花蓮县立体育馆小巨蛋盛大举行 中华舞总所举办的国手选拔积分赛 为中华奥会体育署教育部所认证的联赛 现场徐中表示国标舞是兼具利与美 以及丰布文化意涵的舞蹈 为了让选手有更宽阔舒适的比赛场地 今年特地将赛事由中正体育馆 以示到花蓮县立体育馆小巨蛋举行 感谢来自全国县市的运动舞蹈国手 起居花莲 这位再次感谢 有多数的支持 大家的共同努力 才能够让我们的运动比赛能够圆满成功 当然国标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而且非常利与美 而且兼具文化艺术 带动整个产业 无论是我们的造型 我们的髮型造型 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服装 甚至这整个都会成为一个运动产业的生态势 太了不起了 曾伟真的要佩服大家 也祝福大家 赢得开心 赢得开心 而且以鼓对鼓 让我们的国标竞技 让你国心 六位复工级表是很高兴 国际标准舞在花莲举行积分赛 让相信感受到国际级的舞蹈气氛 真的很高兴 再次看到我们国标舞 能够在花莲举行正式的积分赛 让我们再次的见识到 这个国际的舞蹈 是懂得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希望能够广为流传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这个国标舞的这样的一个舞蹈活动 刚刚看到我们这几位孩子 哇在这里 争取积分赛的比赛过程当中 看到他们脸上所散发出来的自信 以及非常优雅的舞姿 这个没一样 真的是让科技印象非常深刻 花莲举行体育运动舞蹈委员会主委 曹桂香表示 现在更要将运动舞蹈之火 传承于下一代后辈子弟 在花洞区域不断向下扎根 希望接下来四代 后上还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因而引入了中华奥会体育署 中华五种所认证的全国大型赛事 对孩子能够升学未来之路 期盼能够得到更多更大的帮助 获得更宽阔多元的舞台 记得Join华士博老